這個讓我們的羊 我知道要剎車 上百頭羊妹妹重出圍欄 後頭牧羊犬不斷將他們追趕到舞台周圍 羊群通過圍林的戰爭 情境農場著名的名羊秀一天兩場 自從疫情肆虐已經官員將近兩個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8號公布為解封 終於又可以看到可愛的羊妹妹們 當然還是會期待感到可以出去 因為還是會忍即忍 所以現在還是不要出去好了 南投情境農場名羊秀 預計15號才開始正式表演 所以3號線開放高空警官步道 遊客控制在1200人以下 表演秀的部分的話會 還是會維持那個社交距離 我們在現場的座位都會做寫 有標註 那相關人員的進入進場之前 都要做食言字馬 那還有消毒 另外奧文大森林園居也在同一天開園 入園人數控制在800人以內 秀球花季園滾滾的花球海大爆發 五顏六色飄落在水面 武林農場光是一個下午電話訂房 就被打爆 光是網路訂房就接近200組 接電話接到手抽筋 完全沒有時間接 武林農場只開放四成住宿 開放當天工作人員電話接到收染 七八月訂房瞬間報單 福壽山農場原本還沒有決定何時開放 但電話訂房不斷湧入 決定在13號微解封 訂房率已經超過五成六 民眾看準微解封全都蓄事待發 這則台中南投綜合報導